我們在前面那一段時候甚至會看到有一位 就是我們待會會講話的吳先生 當時機身在起架還沒有完全起來的時候 他有一度就是靠在他身上 那個其實他是為了維護他的肉身安全 然後我們在那段影片裡面其實你會看到說 他中間的時候機身他有用力的甩動他的身體 大概有13秒的時間 這13秒的時間裡面 他的手臂總共打到了就是總共甩了十八下 總共十二下是打到吳先生的 可是在這段影片裡面是沒有聲響的 可是很奇怪的是在同樣的距離裡 在我們後續的待會宋小姐的那時候 在當他被拍倒的時候卻發生了很大的聲響 這是一個非常奇怪的事情 因為其實在當天的狀況下非常的吵鬧 有鑼有鼓然後也有煙炮的聲音 事後在我們所有的工作人員的回想裡面 根本都沒有聽到這些聲響 我們真的是合理懷疑這樣子的一個聲響 是被後製上去的 那在那個狀態下 我現在請吳先生上來幫大家做個解釋說明 各位大家好 我是護駕職士 然後當天保護機身是我的職責 是我的工作 然後需要保護機身的肉體 也要維護維持機身起駕駛的穩定度 而機身在降價的時候 人已經沒有意識 就是都是神的來這個控制 對然後我這邊反而想要提出質疑是 在影片中1分20秒到1分33秒之間 就是我們的莫容中堂元帥降價的時候 就是起機的過程中 他的手甩了18次 而我被甩到了12次 而在這12次之中 他的力道其實還算是蠻大的 為何沒有聲響 而在為何我們這個 就是這位指示人員 靠過去被我們的元帥 拍開的時候 為何會有如此大的聲響 我想在這裡提出質疑 是否有緊接後製 扭曲真相 以及捏造軌道的行李戰 謝謝